環環繞行在草坪上 高齡88歲的阿嬤 身穿頭盔護甲防護 在馬術教練的引導下 直挺挺地坐在馬背上 這是嘉義市的長者 每個月隔週 來到樂林健康訓練場 最期待的運動項目之一 我現在對嬰兒說會怕 我都會嚇一跳 一大早才剛騎完馬 做完操的長輩 一群人馬上將注意力 轉到一旁的獅金圓埔 當起農夫享受田園樂趣 接著跟著鏡頭 我們來到銀髮健身俱樂部 裡面有著結合科技的健身器材 也有專業的運動指導員 從旁協助 運動可以增加它的肌力 那肌力它又可以增加 它的平衡的表現 市府和專家合作 全方位著手 鼓勵長者將運動生活化 也讓身心靈都能擁有健康兩能 為了鼓勵50歲以上的勇壯族展開多元生活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辦理了全家樂器來系列活動 籌組了像這樣的烏克莉莉合奏團 大提琴重奏團 以及合唱等六種樂團 一員長輩的音樂夢 你還比我比較接受 我可以到這裡跳臨當 你都不會哭 所以你要背起來背起來 我不懂樂譜 我竟然也可以吹奏 那大家就充滿了 你知道音樂可以帶動 可以舒緩你的行為樂 音樂走入勇壯族的生活 也帶他們走遍天下 而想要行千里路 繼續來這裡 看他們怎麼做 不只主題曲《故鄉的雞肉飯》 對準嘉義人的胃 這些動作更是嘉義市府 特別為市民量身打造 用來對抗雞少症的火雞舞 另外也透過全家都是作家的活動 讓長者重拾指筆 將自己的生命歷程 轉化為能與眾人分享的生命全紀錄 我開始可以來寫一寫 開始可以反覆去思考 去探索 去檢討 我一些想說的話 想做的事 在帶您來到這個日照中心 在這棟別置的大樓裡 也有著特別的照顧方式 牛來啊 阿公來啊 透過科技的導入 從肌耐力的鍛鍊到認知功能的建立 長者每天都能在不同的遊戲當中 進行智能訓練 大家凝聚起來 我想對於我們的西醫的一個治療 中醫的照顧 這在嘉義這是我們一個 樂靈勇撞的重點 嘉義市府建構了完整體系 從勇撞長者到需要更多照顧的 失能長者 都能夠享有更視性 更人性化的照幅 點亮長照長路